前段时间比亚迪仰望这个品牌发布 大家应该都知道对吧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仰望U8 之前叫R21嘛 横着出来 你说咱说看了这么多年的发布会 真没见过哪个车能横着出来 这是第一个 这次发布会呢 除了关注车本身 我也关注它这个一丝方平台了 因为它这个平台是属于比亚迪自研的 而且拥有目前真的领先的技术 4.1的技术 我觉得未来肯定能够取代 目前传统的动力系统 什么意思啊 我们跟这个工作人员聊过 其实你这个四电机 能实现转向刹车 对吧 各种功能 像咱们说的什么ABS ESP 我跟你说将来都可能会被取代 就有点像当年那个 咱们拿这个按键手机 被智能手机取代是一样的 那聊到U8这个车 其实在这个发布会之前 我们是应该是我近距离看过这个车 时寸我是见到过的 它比这个图片上看着要大很多 真的很大 仍然感觉很有视觉冲击力的 那因为这个车本身 咱们都知道 它那几个技术 对吧 什么四电机啊 原地掉头啊 又当这个IP68防水到游艇开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们跟现场工作人员工程师聊过这个事儿 这个四电机这个技术目前讲的话 很少的厂家有 所以这是它的亮点之一 那同时像咱说那个游艇那事儿啊 其实它是相当于是在一些特定条件下 比如说我去涉水 我保证三十分钟不进水 这是它的一个这个咱们讲就是亮点 而并不是说真的当游艇开 那至于这个车实际开的感受如何 那有机会咱们试点之后再跟大家聊 因为别人都没试过 对吧 谁也不知道开始怎么样 那同时还发布了U9 就是也是一丝方平台的一个车型 但是个跑车啊 超跑 所以说很多人说确实同一个品牌 既拥有硬盘SUV 也拥有超跑的不多 我觉得可以看到比亚迪 把目标定为了更高级别的这个市场 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未来当然希望中共品牌卖的越来越贵 对吧 卖的越来越好 基于这个品牌来看 目前确实我对它只能是仰望 对吧